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邮差阿旺 阿娟是一位公路勘察设计师 她和两位同伴来到了一片山区 他们要在大雪峰山之前完成公路的勘察设计 以立后面评估是否要来建设公路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我们盼着修路盼了好多年了 今天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看到你们的到来真的是非常开心喜悦的 对啊 对啊 我们这个村庄多期盼你们的到来 不然我们的交通真的是太不方便了 希望这次借由你们的评估 让我们村庄可以新建一条对外畅通无阻的公路 村长 你们村子通往山对面的路修建难度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进行深入勘测 这段时间还要麻烦你和村子里的众乡亲来协助帮忙 让我们可以顺利快速处理的 这个没问题 你们这些天的衣食住行就包在我们身上 我安排你们住进村民家里 你们就把这里当成你们自己的家好了 不用客气的 哦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有你们的协助我们就有好办事的 我相信勘察的速度会快很多的 阿娟 你就去阿秀家里住吧 女孩子住在一起生活比较方便的 是啊 阿娟 你到我家住好了 我只和十岁的儿子住在一起 没有其他人的 好的 那就麻烦你了 就这样 阿娟住进了阿秀家里 阿秀的儿子小君见到家里来了客人 显得非常高兴 阿姨 欢迎来我家做客 我叫小君 他的名字叫做阿旺 哎呀 阿旺他在做什么呢 他这是在和你打招呼呢 你不用怕的 好的 你好 阿旺 他好像能听懂我们的话 当然了 阿旺可是非常通人性的 我跟阿旺已经相处几年了 他很善良的 小君 快过来帮忙端饭菜 阿姨赶了好远的路 一定饿了 好的 我这就来帮忙 阿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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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没什么丰富的饭菜 你就凑合吃一点吧 你太客气了 你太客气了 这已经很丰盛了 对了 我又带了一些罐头 你们也尝一尝一尝一尝 很好吃的哦 来 小君 尝尝这种罐头 很美味的 阿旺 你也想尝尝吗 阿旺 是不是很好吃啊 再来吃一块 小君 你不是很喜欢吃吗 怎么都给阿旺吃了 他是我的弟弟 我当然要照顾他了 小君对阿旺可好了 不管有什么好东西 他自己都舍不得吃 都留给阿旺吃 当然了 阿旺可是爸爸留给我的 啊 为什么呢 哎 小君的爸爸是村子里的邮差 千年去世了 而阿旺过去一直陪着他 翻山越里的送信 啊 原来是这样啊 阿姨 如果你们能早一点来 公路能早几年修好 我爸爸也不会死的 哎呀 村长 外面的雪下这么大 你怎么突然跑来呢 这样很危险的 阿雄 我这有一封夹急电报 要送到山对面的镇上 十万火急 希望你可以快点送过去的 好的 就交给我吧 你放心的 村长 我一定会送到他 老公 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外面可下着大雪呢 非常危险的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我自己会注意安全的 哎 阿旺 你也要跟我去吗 今天下雪 你就不要跟着我出去了 哎 好吧 好吧 那我就带你一起去好了 但我们要快点走 一会儿雪就会越下越大了 到时候可就麻烦了 老公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你在家里照顾好小军就行了 我送完信 很快就会回来的 不会在外面耽搁时间的 然而 当阿雄和阿旺走到山上的时候 风雪越来越大了 它只能带着小狗 抄一条小路继续前进 哎 阿旺 你太滑了 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千万别掉到山下啊 哎呀 不好 哎呀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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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后让他们带着人来救我 快去啊 好冷啊 等阿望带着大家来到山谷的时候 小军的父亲已经被大雪掩埋了 小军 我们很快就会收好公路 有了公路 那样的汗事就再也不会发生了 谢谢阿姨 然而山区公路的勘测工作 进行得非常缓慢 而今年冬天的大雪来得格外早 阿娟正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 突然天降大雪 封住了出山的路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阿娟突然生了疾病 医生 他高烧不退好久了呀 这样下去是要怎么办啊 他的情况很不乐观 他得到了急性客山病 需要立即注射特殊药物 才可以治愈他 那赶快给他注射啊 这种药物村子里根本没有 只有山对面镇上的医院里才有 可是雪这么大 他们根本不会送来的 我们可以去取 可惜我不知道路啊 没关系 我这就安排村子里的人 去山对面的镇上取来 帮阿娟医治 村长 雪这么大 走山路可是非常危险的 小军的父亲怎么死的 你们忘了吗 是啊 这么大的雪 要翻过那座山的确太危险了 这下要怎么办呢 难道我们只能等到雪停了才能去吗 那可不行 病人的情况很不乐观 如果没有及时注射的话 病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 所以我们要快取到这个药物来治疗的 啊 既然这样 那就由我去镇上医院去取吧 阿博 可以让阿望去镇上取药 啊 让一只狗翻过山去取药 这怎么可能啊 是啊 这想法太不现实了 太天真了 不 你们不了解阿望 过去 他一直跟着小军的父亲 去山对面的镇上送信 这条路 他最熟悉不过了 那也不能单独让一只狗去做这件事啊 没事的 阿望独自去过镇医院很多次了 有一次我生病了 也是他去那里取药回来帮我医治的 没错 我相信阿望能完成这个任务 就让他试试吧 如果不行的话 我再亲自去 好吧 那就让他试试吧 医生将药物的名称写在了纸上 然后将其放在挂在阿望脖子上的小袋子里 阿望 拜托你了 你一定要把药取回来啊 你们看 这只狗害怕了 他这样要如何完成任务啊 哎 就是啊 我就说这只狗根本做不到嘛 阿望 快去啊 阿望 难道你忘了阿隽阿姨是多么喜欢你吗 现在他需要你帮忙 你怎么变得这么胆小啊 阿望 你一定要小心啊 小军从来都没打过阿望一下 今天这是第一次 小军 阿望一定会将药带回来的 我相信他 嗯 我知道 阿望是最棒的邮差 暴风雪下了整整一夜 阿望一夜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天亮了 但风雪没有要止住的意思 天都亮了 阿望怎么还没有回来啊 是啊 昨晚 天又黑 风雪又大 他不会迷路了吧 不会的 阿望他是绝对不会迷路的 可是 这么久了 他还没有回来 阿娟的情况越来越糟了 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 没错 阿娟的情况现在已经很糟糕了 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 对 不能再等了 现在天也亮了 我看 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 是阿望 阿望回来了 阿望回来了 他怎么知道的 太棒了 有了这个药物 阿娟的病 马上就能好起来的 真没想到 阿望真的很厉害哦 阿望 你太棒了 真是太棒了 在大家忙着抢救阿娟的时候 突然 外屋的小君 嚎啕大哭了起来 小君 小君 发生什么事了 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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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 阿娟 注射了药物后 很快便康复了 而阿望 却再也没有醒过来 小君 将他安葬在了父亲的坟墓旁 阿娟 阿娟 不要哭了 阿望他现在和我爸爸在一起了 他一定会感到很幸福的 阿望 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阿兴和小野猪 在山脚下的小山村里 阿兴和他的妈妈相依为命 他妈妈患有严重的孝肠病 做不了粗重的工作 因此 家里的重担便压在了只有十岁的阿兴身上 妈妈 家里没有木柴了 我去山上捡一些木柴回来烧 好的阿兴 那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哦 妈妈 没事的 我会注意安全的 捡好木柴 我就会快回家的 你不用担心的 阿兴 你现在要去哪里呢 家里的木柴没有了 我要去山上捡一些木柴回来烧的 哦 你就自己一个人上山吗 阿兴 听说最近山上有一头大野猪 你一定要小心点啊 呃 这样吧 我下午也要上山去 不如等下午 你跟着我一起上山好了 这样 叔叔可以顺道保护你的 叔叔 谢谢你的 下午我还要给妈妈买药呢 所以我必须现在就要上山 你们不用担心 我会保护好自己 没事的 阿兴真是不容易啊 小小年纪就要支撑起这个家 是啊 他父亲死得早 母亲又有病 不但做不了重活 还得常年吃药 阿兴真是可怜嘛 在山林里 捡食木柴的阿兴 突然发现了草丛里有一头小野猪 它体型不大 后腿上还在流着血 哎呀 山林里还真有野猪啊 小家伙 你怎么会伤到腿呢 不要害怕 我家里有药 我会把你的伤治好的 不要害怕 我是想要帮你 你可不要咬我哦 如果你咬我 那我可就不管你了 那样的话 你可是会死掉的 哈哈 小家伙 你好像真的能听懂我的话 就这样 阿兴将这头小野猪带回了家 并给他的伤腿进行治疗 而这头小野猪竟然也非常通人性 很快 阿兴便和他成为了朋友 小家伙 你尝尝 这些豆子很香的 很好吃的 小家伙 你怎么会独自在丛林里呢 你的爸爸妈妈呢 你不要太伤心了 其实我的爸爸也不在了 不过 我比你还好一些 我有妈妈 虽然他身体一直不好 但是 有他陪在我身边 我就特别高兴 我们这个家才会幸福 以后这也就是你的家了 我就是你的哥哥 有我在 就没有人会欺负你的 等你的腿完全康复了 我带你去山上玩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阿兴 阿兴和小野猪的感情越来越好 他俩总是朝夕相处 行影不离 小家伙 不要找了 是我 我学你的叫声 像不像啊 哎呀 好漂亮的小野猪啊 妈妈 我要把他带回家养着 宝贝 养那个做什么 你看 他多脏啊 我给你买只狗养着怎么样 不 我不要狗 我就要这头小野猪 否则 我就不吃饭 宝贝 别不吃饭啊 好吧 好吧 那我就把他给你买回来 喂 小孩 这头猪是你的吗 是的 他是我的朋友 把他卖给我吧 我给你三百块钱 不 他是我的朋友 我是不会卖掉我朋友的 朋友 你和猪能成为朋友 猪可是用来养肥杀掉吃的 你竟然和他是朋友 真是笑话 这样吧 我给你五百块钱 你卖给我好了 要知道 五百块钱可是能买很多猪肉的 我不准你这样说 我的朋友 你快走 我绝不会把他卖给你的 你快走 你这个没有教养的孩子 竟然敢这样和我说话 这头野猪我买定了 你必须卖给我 你们走 你们再不走的话 我就不客气 好吧 你这个孩子太没教养了 看来我要和你的家长谈谈 我会去找你的父母的 我就不信 镇长的儿子想要买你们的野猪 你的父母亲还敢不卖 当天傍晚 镇长的妻子便找到了阿兴的家 并且在屋子里和阿兴的母亲交谈着 真奇怪 镇长的妻子怎么会到阿兴家里啊 听说镇长最疼爱的小儿子 看上了阿兴家里养的那头小野猪 想买下来 当宠物养着呢 原来是这样啊 他们会舍得卖掉吗 你们家这么穷 干嘛还要养头野猪啊 卖给我好了 我出五百块钱 不行 我们不卖 它是我们的家人 我在和你母亲说话 你这个小孩子插什么嘴 这头小野猪是阿兴救回来的 所以我听它的 既然阿兴不想卖 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尊重它的决定 你们放心 这头小猪到了我们家受到的待遇 绝对比在你们家里好 你快走吧 我们是不会卖掉它的 孩子 你不要只为自己着想 你应该替你妈妈想一想 它病成这个样子 非常需要治疗 如果有了钱 你就可以给你妈妈买药治病了 啊 嗯 而这头小野猪在我们家 也会生活得更好 你看多好啊 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你们真的会对它很好吗 不会欺负它吧 并且将它养大后就杀掉吃掉吧 怎么会呢 我的儿子可是把它当成自己的朋友呢 好吧 如果依照你说的那样 如果依照你说的那样 会好好对待它 那我就卖给你 哈哈 你就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好好对待它的 就这样 这头小野猪来到了镇长家里 镇长的儿子非常喜欢这个新宠物 但是镇长却对它非常讨厌 嘿 小猪 我们一起玩球好不好啊 儿子怎么会想到养一头野猪 你看 那头猪看上去真恶心 我看还是将它丢掉算了 慢点慢点 儿子喜欢就养着吧 否则它等一下又不吃饭了 你太溺爱它了 竟然会容忍它在家里养头野猪 不行 我绝不能容忍这头猪住在我们家里 你别着急呀 儿子不过是心血来潮 等过几天 它不喜欢小野猪了 我们再丢掉也不迟 也好 一般来说 野猪长大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等它长大了 我们就杀掉吃肉好了 小野猪长得非常快 随着它的体型越来越大 镇长的儿子开始不愿和它玩耍 而阿星则每一次来镇上时 都会跑到镇长家院子外 隔着栅栏和小野猪聊一会 哎呀 小家伙 你竟然长这么大了 看来你在这里生活得不错啊 我们出去看看野猪一下 哎呀 镇长它们来了 我得躲一下 它可不喜欢我在这里 这头猪该宰杀了 都长这么大了 还养着 看着实在太恶心了 好吧 反正现在我们儿子也不喜欢它了 明天你就找个屠夫来将它杀掉好了 天啊 它们要杀掉野猪 不行 我要救它 为了拯救这头野猪 阿星当天晚上 便偷偷地来到了镇长家的栅栏旁 小家伙 不要再叫了 不然会被它们发现的 小家伙 快出来 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 谁 谁在院子里 都好了 它们发现我们了 我们得快离开的 有贼 院子里有贼 贼在哪里啊 你不会是看错了吧 我怎么会看错呢 你看那里 栅栏被人打开了 可恶 那头野猪竟然跑掉了 它是怎么弄开栅栏的 算了 跑就跑了吧 你不是很讨厌它吗 小家伙 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你该回到属于你自己的家了 小野猪 小野猪被阿兴放回山林后 每天 它都会在阿兴上山砍柴的地方等着 小家伙 你在吗 人和动物之间的友谊 有些时候是不可言喻的 只要真心相对 它都会感恩在心的 沪池中华印金协会 邮政华波 沪明中华印金协会 华波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护持印证经书 佛书 经翻 结缘品 新逢观世音菩萨 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呈一百万倍 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 八观摘戒 祭礼拜大悲惨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 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9月13日 星期二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摘法意 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 台南分会 成征护身员义工 工作时间 每月第四个星期日 工作内容 除草 打扫环境 下旬电话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下旬地点 台南市 永康区 永大陆 二段 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摘法意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多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承知 建访 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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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如妙高莫逆局, 佛千上之三宝愿安逐, 佛千一脚尖列曼达拉, 海洋的血口健康为宝典, 赤字名言为行刺所策, 登许明日月计保持天降, 一步山开几月双汗玉, 宝座是秋楼的宁宫殿, 此中云的名画普遍布, 佛佛千上之三宝不成等, 我会愿是被那所深欢喜, 也从我皆无事安定, 习近上实作所求皆如意, 皆皆未来皆皆悄恤恶恩, 而莎莎莎达拉多大来的爱, 马赫满弹大来, 复杂命歌山摩迪来, 师父来来山摩耶鸭, 啊! 哦们 ! 啊! 我 Moving on Inspect 来啦 沙地わ徒 border Because these days we11 不能再离明 相引善请 莱而雅 者 Australians 沙地わ Generally hear thi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